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当这个卡车司机走到这个火车站台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火车站台的这个栏杆 刚好落在卡车的这个中间的缝隙里 所以这个卡车司机赶快下来查看 这个时候火车快要进站了 他赶快快想把这个抬起来 但已经来不及到 已经听到火车明提的声音了 赶快跑开了 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 Oh my gosh 所以整个车头全部撞翻了 如果是拖轨的时候更残 如果这个卡车的重量够重的话 绝对会让这个火车都会拖轨 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所以这个非常危险 我们大多数人开车路过这个的时候 大家的脚肯定是放在沙车上的 都会减速慢行 这个卡车司机可能是想通过 他可能没有来得及通过 这个栏杆刚好落在这个中间的缝隙 其实他这个时候往后面去 倒车的话 即使把这个栏杆遮断 我觉得也没有更大的问题 但是他现在直接弃车而逃 根本来不及了 可能在人在这个紧急关头 根本来不及思考 但是人是安全的就好 但是如果我看下面网友留言 说如果是副驾上坐的有人 这相当不负责任 因为副驾的人肯定来不及下车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办 这个视频让我想到了几年前 也是别人跟我说的 我们镇上有一个华人的 他的父亲 是父亲吧 应该他来美国探亲 因为老人他不喜欢睡懒觉 他起来很早想去散步 刚好也走到这样的 差不多是这样的地方 那个地方其实我也经常经过 因为美国的这个火车道经常是 比如这个路面 比如这个是穿过这个镇上的 所以有时候车啊 人行啊都会通过这个 当火车不进站的时候 那个栏杆是敷起来的 快要进站的时候是放下的 这个中国的大爷 他刚从国内过来 可能还不太了解 因为以前我也是通过过这样的 不知道等了好久 然后车终于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 后面还有一点 这个大爷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当时是 我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了 不知道是 是等了好久 没有通过 还是因为 后面又有一辆车 应该是 就是这个杆子 下来了 他等了很久 火车呢通过过去一辆 过去一辆 他不知道后面还有一辆 然后他又等 又等了好久 他觉得这个杆子是不是坏了 因为火车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还不竖起来 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坏了 然后他就想从下面穿过去 因为你看他那杆子下面有很大的缝隙 他也没有围栏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保护座 那大家就下面从下面想着 就两步路从这穿过去 但没想到 就这一念之差 然后后面的又一辆的火车 飞吃而过 结果是非常惨的 所以看到这个栏杆落下的时候 不管是宁愿等很久 不管是他要么绕道 要么是要么要么要继续等 不能去从从地下穿过 不要想说 哦是坏了吗 哎这个事情也在提醒我们啊 遇到这样的路口 一定要减速慢行 要stop下来 要停下来 完全停下来 要离他远一点的地方 就要停下来观察情况 像这个卡车司机 可能就想快速的通过 其实前面的栏杆 已经快落下了 其实有的时候 哪怕您多等半个小时 其实是帮您 节省更多的时间和财富 你看 有的时候就是在一念之差 希望这个视频 也给大家提个醒吧 拜拜